结合咖啡厅和艺术 希望能够让艺文美学飘散在城市中 咖啡馆老板蔡明燕 以咖啡与艺术家共享空间概念 期望咖啡箱与艺文美学结合 让品尝咖啡的顾客 也能观赏新锐艺术家的摄影站或艺术创作 因为我上一间店是跟朋友一起合伙 那是跟一个画廊 然后还有咖啡厅做一个结合 后来那边合约结束之后 我就到这间店 然后就自己一样就是用 想要推广一些艺术的部分 所以会找来一些艺术家 然后跟咖啡一起做一个 一个共享空间的一个概念这样 对 我也是希望把一些 比较新锐的艺术家 希望他们的作品可以被大家看见 对 那我本身是做咖啡的 对 当然会希望跟艺术做一个结合这样子 一开始会希望跟咖啡做一个结合 也是希望说来看艺术的人 看完之后还可以坐着 然后喝一杯咖啡 或者来喝咖啡的人 他可以刚好看到墙上有作品 就看一下刚好可以遇到 可能是还不错的艺术家 我觉得是做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结合啦 咖啡的部分因为 我们主要都是以手冲咖啡为主 手冲咖啡这边其实还蛮特别 它蛮着重在豆子的一个品质 然后烘焙度啊 浅焙 浅中焙 中焙 它其实每个焙度 会有不同的特色的表现这样子 蔡明宴的咖啡馆以手冲咖啡为主 咖啡豆来自非洲中南美洲 以烘焙的深浅展现不同果香的风味 馆内每个月举办一文展览 让繁忙的都市人在午后 酌饮一杯咖啡 感受一文气息 偷得浮身半日咸 十方新闻 黄慧如 肖瑞丰 高雄采访报道